我是可蘭姐姐 我是王翁哲老師 超級自由班開課囉 這裡有最棒的 聰明大腦DIY 幫你的孩子開發左右腦 還有繪畫課 生活自理課 讓小朋友在自然而然中 輕鬆學習 每個週日早上8點33頻道 超級自由班 不要遲到喔 像有的人指甲就會天生 就會有一些垂直的線條 對啊 其實這個 這個是正常的 健康的啦 這正常的 只是有時候隨著年紀 變比較大一點 那個線條會比較明顯出來 會變很大 所以這還好 我又中間了 小醫師 話都由我 前面在講說身體不錯 後面跟我們打一槍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 心臟疾病 好 像那種心臟疾病 它會生出來就是那種 除狀子 因為其實我們的大腦是 對 大腦是很聰明的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它就是你像除 其實就像我們的那個 麥克風這樣頭比較大嘛 像它的頭不是指甲而已 它是整個指甲 手指頭 因為它的血液循環有問題 心臟不好 指尖的地方就會膨起來 對 就會長出來 這是在我們檢查心臟病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它這種就是偏紫色 我們剛剛說就是血淤 所以它的心血管 循環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它打出去的 胸部血液量不夠 那其實人體是很聰明的 當你血液量不夠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增生 因為它得不到營養的組織 對 所以這種就是 一般我們萬疹上面 都還是特別要去注意啦 所以它心臟病的問題改善 這個問題自然就沒了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去看這個 像皮膚科 指甲你看一看 結果它把你轉介到心臟科 你不要說這 它是有些人 我發現 我發現它的指甲問題 但我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像假勾炎是因為那個指甲 長太進去吃到肉造成 一定都是這樣子嗎 對 基本上都是啊 我們聽說 基本上 你自己本身我聽說 你不是很容易嗎 沒有 但是我覺得 那個叫假勾炎嗎 因為其實我指甲 我常 像醫生說我常是 它也叫 就是它長那個角度 就會容易吃到肉裡面 尤其是我們穿包鞋的時候 就這樣擠 對 穿包鞋一定會凹的啊 它就刺不刺進去 像有一次我就刺到很深 刺到肉裡面 然後就有傷口嘛 那傷口就開始發炎 然後腫到我真的痛到 我沒辦法走路 我就叫醫生說你幫我處理 醫生就直接把它開到 把那濃血給弄出來 擠出來 然後一些都不能 都超痛的 我還有朋友因為這樣 他還蜂窩性 腫質炎 感染太嚴重了 真的很嚴重喔 然後後來我就去 美甲是美甲 他有提醒我注意說 你指甲長的方式不大對 對 就是說你那個形狀很容易 對 很容易當嘎 那你要 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這個甲勾炎 就是當嘎 它是不是真的因為指甲刺到肉裡面造成的 然後待會我們也一併來請 這個專家來回答一下 到底這種我們要怎麼剪指甲 其實大部分的甲勾炎 甲勾炎的定義就是細菌跑進去 那當然你的指甲長到肉裡面去 造成一個傷口 細菌跑進去是有可能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比如說你剪指甲的時候 剪得不小心的 有的人剪到一半 後面就用 那指甲就會有個尖尖的 對 我都常這樣拉 對 我也是啊 我覺得很乾淨啊 因為邊邊怕剪到肉啊 對 所以那個尖尖的地方 它就會刺到你的肉 然後造成傷口 那因為我們腳 大部分都穿在鞋子裡面嘛 那鞋子其實有時候悶熱的話 細菌跑進去 也是會形成甲勾炎 像我兒子他也有得過耶 可能就是我幫他剪指甲 沒有剪得很好 沒有剪得很好 才幾歲耶 就大拇指那個邊邊啊 然後就吼起來腫 然後他就覺得很痛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也不太知道該怎麼處理 然後就用那種藥給他滴進去 擦一擦 可是也是大概要花一個月 一個禮拜多才會變好 那小朋友有時候抵抗力比較好 比如說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他腳的本身的免疫力已經不好了 甚至就可能像昌明哥說 蜂窩性組織炎 甚至糖尿病的病人 他會到截指的程度 什麼 截指就把腳就 指頭就回掉了 因為那是有糖尿病的問題 那所以指甲要怎麼剪比較好 修的形狀修成這樣子 就是讓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慢慢有一個弧度 不要說為了 因為很多女孩子愛漂亮 就把它修成這樣一個弧度 很遠的話 這樣的話沒有一個支撐力 那你這樣子的話 指甲就無從那個弱點 無從長進去 原來是這樣 我都以為剪進去才不會是 我沒有 那原來是我剪方的 這樣子剪出來 然後到這裡一樣是這樣子下來 對對對 那這樣不就要剪成一個海綿寶喔 沒有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如果湯明哥是可以講得時尚一點 我也是剪方的 這是法式指甲 對 不是海綿寶 大家都是方的 對 是方的 就是手續員的怎麼剪方 要法式 其實像假勾炎啊 在我們臨床上面啊 也有那種很小的小朋友 他就得到 那也有那種 就是像你們這種年紀的 小就女孩子 年輕女孩子 那一般而言 就是說我們可以分文來 我們剛剛說灰指甲 它是屬於身體的慢性發炎的狀態 但甲骨是屬於急性的發炎 甚至嚴重到你會整個指甲都是 紅腫 紅腫 就是到發炎的那種很嚴重的狀況 那很多人他就說那去開刀 把指甲拔掉 但其實我覺得中醫的 中醫的療效還不錯 就是我們會透過針灸跟開藥 還有一個外叉的 就是清熱消炎解毒的藥 不過這個如果說甲骨炎 它是不是也是因為 所以不是說每一個人 如果你都不太容易甲骨炎 你不需要一定要剪方的這樣對不對 有的人他天生指甲 甚至不是方的 它會往外長 像我們看到這個圖 它直接就會往旁邊的地方長 我是會往外長的 那其實 就會容易刺到 那尤其是你如果 比如說女孩子常穿一些尖頭鞋的時候 你把肉往下擠 然後你的指甲又形成一個角度 那其實我個人 因為像我有時候打球的時候啊 穿那個運動鞋 去壓到也是會這樣子 我有一個小小的偏方 我在一個國外的節目看到 你就把那個棉花棒的頭 有那個棉花 那就是剪一點點下來 然後塞到這個縫裡面去 讓那個指甲 因為你這樣壓破你的指甲 會越來越捲嘛 越捲越容易長到指甲裡面去 那你就是用一個支撐的力量 放在這個 放在你的指甲的那個縫裡面去 它就比較不會長進去 你說如果以手的話 就是塞在這裡面啊 對對 如果你的指甲 還沒有剪成方形的時候 這樣說啦 來 畫清楚一點 是不是這個角角這裡 對 就把它放進去 放在這裡啦 對 把它撐起來 撐起來 那這樣不會很難過嗎 其實還好 總比你刺進去 細菌感染好 喔 真的喔 對 這是預防啊 對 這是 有的本來就剪成圓形嘛 那你現在看了我們節目之後 就是你剛才慢慢要開始流 流成方形 但是還沒有流成方形的時候 先有棉花 你先把它撐起來 撐住 不要讓它壓它 一直壓它 一直捲進去 一直長進去 那所以我如果在家裡 真的要來處理這樣子 比較簡單的方法會有哪些呢 一般的話 像我們在中央會用一些清熱解毒的 所以如果你家剛好有那個環蓮粉 就是那種一顆一顆一顆的 你可以稍微就是 經過你的點酒消毒之後 把環蓮粉 倒在那個 它的就是發炎的這個 指甲的這上面 跟它的這個紅腫的肉上面 然後再用那個透氣的 透氣的喔 對 稍微繃帶給它繃起來 不然它的粉會掉 然後就讓它去睡覺 那隔天起來 那個紅腫的程度就會比較好了 比較不會那麼透 那穿鞋子其實也有影響啦 穿鞋也有影響 就是不要穿那種 包頭 肩頭那一種嘛 那其實運動鞋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像那種滑板鞋那種 就是頭寬一點的那一種 那不要選有一些很時尚的運動鞋 就是肩尖的那一 或是籃球鞋都蠻包覆的 對 那種就比較寬一點 還有材質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有些是塑膠的 就是那一種 呼吸鞋照的 穿布的那一種 那個就不透氣會不好 那手指甲跟腳指甲 都一樣要剪成這樣嗎 都一樣啊 對 哇 那如果要墊 要墊那個棉花棒的棉花 也是手跟腳都要墊 一般來說是 腳比較容易啦 因為腳比較穿鞋 會壓迫 會壓迫的 很乾淨 對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剛剛雖然教大家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方法跟形狀 其實那要幫小寶寶剪指甲 其實也是個學問 有一次我就是我女兒 她躺著睡覺 我就想說 嗯 好 時機要剪了 結果後來我就剪到她的肉 她就哇哇大哭流血 我其實還滿心疼 因為才五個多月而已 她都睡著不動了 妳還可以剪到她的肉 妳好狠啊妳 她是忘了開燈是不是 我覺得可能是我太不專心了 就是對她很抱歉 可是最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用磨的 哇 我花多一點時間 對啊 對 我是嬰兒美甲師 她願意給妳磨嗎 就是她會讓妳磨 其實還滿舒服的 然後妳就是一點一點的磨 不要磨太進去 會花時間 對 那妳如果真的都用磨的話 妳大概三天叫磨一次 三天就磨一次 差不多三四天吧 其實我覺得她說 用磨的方式其實是還滿好的 但是我會建議妳 就是在磨之前可以 美麗的至少優 竟然能穿透保麗龍 裡頭可能含有有機溶劑 像是甲粉啊 中藉手籤啊 長期使用會神經中毒 美麗真的是用命換來的 真的 是不緊張 好 那我們先從比較貴的 其實 我現在 現在正在扶持耶 真的假的 不僅她那個化學溶劑 會把保麗龍溶掉 她裡面那個塑化劑 還有